NFT藝術品在全球掀起这个炒卖的热潮 本地的创作歌手早前陈满仁出售他全球首支的华语单曲 NFT藝術品交易平台以7个以太币的成交 今次介绍的公司Yas微保险成为首单的项目是陈满仁的项目 他们是全球首推NFT微保险 今次欢迎他的卵合创办人及行政中蔡安之超 Andy和大家讲下有关新的概念 欢迎你Andy Hello Charlie 大家好 其实有些朋友可能都觉得很疑惑 其实NFT藝術品在Blockchain上搞的 不是相对安全的吗 为什么会有微保险这个需求 其实为什么我们去了解整个NFT 其实NFT里面有四层的类型 第一层的就是Marketplace 这个Marketplace就是很多NFT放上去买卖的时候 它是一个你当它好像e-commerce site 是 第二层的就是那个wallet 那个钱包 因为你要存住那个NFT 是 第三个层的就是整个区块链 就是你mint那个NFT出来 你要出那个NFT的币出来的时候 那第四个层的就是当然是artist的artwork 是 所以区块链是很安全的 但是呢 不安全就是可能在这些平台上 可能被人hack了 或者钱包里面被人hack了 那它放在区块链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通常就是通过这些平台 我自己都试过放了我NFT上去的平台 但是平台被人hack了 买了什么 是的 那就没有了 是的 那这些就有些风险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微保险就是说 NFT我们怎样去保障那个digital asset 当它不是在这个blockchain 而是透过放在平台上去买卖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些风险去 令到它没有那个digital asset 的时候我们可以保障它 明白 那其实你们作为全球首个 就是全世界首个推这个NFT微保险 那其实你们背后做了些什么功课呢 是的 其实我们的功课就是 第一看NFT这个很新的一个category 那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放了它 under cyber security 是的 在保险里面就是cyber security 那under cyber security里面 我们又看digital asset 那究竟NFT是否classified 一个digital asset 那我们看到是一个digital asset 那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说 担心被人hack了 或者不见了一个财物 那我们叫做 不过财物就不是我们unbound 或者电话 而是一个digital classified 是一个digital class的asset 那所以我们就很快去 推出出来 就跟不同的 我们的underwriter 保险公司 我们用不同的数据 就是看看市场有多大 第一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需要去保 第三 就是如何在市场上去推出去 告诉用户 其实你这个digital asset class 我们都可以有保障 那NFT方面 即保险方面 涉及有些什么风险 你们包含什么 不包含什么 那其实呢 因为这么快去开启那个市场 那其实我们也是 当一个proof of concept 这样去 立刻去开启 又可以试到 亦都可以慢慢去改良 那我现在暂时 就当它一个cyber security hack 就是被人hack了你的wallet 你的钱包 电子钱包 你被人hack了 或者是你不见了wallet address 通常你不见了wallet address 你要去那个provider 给他reissue 那里都有费用 那里也有费用 那你也要 你不记得了 或者不见了的时候 有些平台可能是 我帮你开不回 你要从头开过 那他重新去再做到NFT的时候 那这个又可能是一个 手组的过程 需要到费用 我们又可以保住它 那so far就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不见了 或者被人hack了 这两样东西 我们去做了个保险 但是将来 会不会我们再演变到 更深层次的一个保障呢 那这个我们有待去慢慢 因为今次 我们暂时这个NFT 是被art work的 那将来有physical work 或者有其他的不同的asset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不同的保障呢 那我那个有待去改善 嗯 好明白 好那我们下一节再谈谈 有更多的topic